昨天我们讲到,乔道清喝话,将李匹他们这帮人全部拖出去斩,整帮军事跟着鱼狼似虎一样,将李匹、老智森、武宠他们等人全部拖出去,看白这几个梁山好汉和唐斌他们就已人头落地了。 幸好这阵子,肖德成的首帐宣伽行传话,国师,听说宋刚和他们这帮人,大家感情好好的亲如兄弟,又是什么上应天光下应地宿,虽然国师动发高强,宋刚他们肯定又不是对手, 不过万一有什么意欲的话,这帮人,我们都可以作为妖蝕,让他们不敢那么尽力攻城嘛。 乔道清听过低头想一想,就说,好了,今天暂且将他们收押吧,按照乔道清原来的意思, 他真是想将这几个人全部一刀击掉他,这样也不仅是宋刚的威风,也都可以提升一下自己这边的士气嘛。 因为一直开战以来,在宋刚这帮人接连打破了几个船,大家提起宋刚这帮梁山坡的兵将,个个都有些惊惊, 现在有了几个人头,起码自己这边的军威可以重新振作。 但是,今天无端端,自己那些三味神水的法术都不靓了,所以他的心始终有几分疑累,就不敢落手做得太过主。 所以,跟着下来的几天,他们只在城中驻扎,也并没有出城挑战,一味在城城中探听宋兵的动静。 所以,两战大家都是按兵不动。 就是这样,一年过了五六日,后面的聂心、冯喜已经戴着大军赶到, 前度请见的人马来齐了,送兵这几天就紧守刑寨,不敢过来施散, 哼,估计都没有什么其他本事的了,自己的法术将好然失灵了。 于是这些警顿人马,带齐孙奇、戴美、聂申、冯喜和两万兵马就出城挑战。 他为了施展更厉害的法术,就专门在城南的五龙山那里安营扎戒,等着天亮了。 乔道卿对孙奇说:"今天我一定要抓到宋光,恢复无关。大家到时候看我号令,我的法术一施展,众人就兵力向前。 孙奇和众将一起剪头,传卖国师法力。 好,于是乔道卿就带领一万军马,向着宋光的大债直杀过来。 这时候,范瑞他们已经到了,宋光就照范瑞带着善庭归危定国,整点军马就立刻出城迎敌。 乔道卿来到宋光债庭的时候,那边一页军马排开,已经入兵场等着他了。 只见门蹄开处,有个人飞马而出,这个人和乔道卿一样将是道士打扮,他正在混世魔王伴随。 只见他手扯保剑,指着侨道卿说, 赤道士,指着几分法术,就在这里作魔情虹。 侨道卿看范瑞的样子,练如蜜酒日苏若降心, 看上去就像个中蹄那样。 嗯,这个人一身道装,难道他也会发述? 好,让我试试他才行。 于是就是范瑞说, 宋光这边的无知败将,还敢口出大眼? 你既然穿着一身道铺,敢不敢跟我比赛武艺道卿? 范瑞说, 哼,你比武艺就比武艺, 正是发术就兜发术, 就胆你的小艺,吃我一斤。 两边是纳探雷鼓, 范瑞拍马挺尖截取朝道卿, 朝道卿是着马挥剑相迎, 两人双战并举,量磨双斗。 开始的时候, 是两技马搞成一团私杀, 打打下, 两人一发罪,也被施展开来, 此见范瑞, 突然间, 宝剑一斗, 在剑上面生出一条黑气, 向着朝道卿的面门直撞过去, 朝道卿宝剑一绑, 鼓雅, 在宝剑上面, 也变出了一道黄光, 和范瑞的黑气翻翻滚滚, 两边这样抖起来, 啊, 这一战真的好看了, 实际上好像两人一边在比试, 一边在玩魔术一样, 黑气黄光, 就好像一道黄龙, 一条黑龙一样, 在半空中翻滚打斗, 看到两边的军事人眼都不敢, 个个都呆在, 打打下, 范瑞又看到破阵, 突然间, 普简一掌, 两道黑气前去夹击, 桥道请那道黄光, 跟着仲马上前, 揮箭一砍, 向着桥道清就砍下去, 谁知一箭砍下去, 明明是看白砍中桥道清的身体, 谁知桥道清连人大马, 像一阵风那样消失不见, 原来范瑞已经中了人家一个乌龙猪夹的发笋, 桥道清早就已经闪到自己的阵前,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连我这个乌龙猪夹的小小伎俩你都识破不了, 哈哈哈哈, 看下你都不外如是, 范瑞听都真是满烟通红, 在后面, 聖水将军善平归, 神火将军毅定国, 见到范瑞失利, 大家互相洗眼色, 于是, 善平归带着他五百克其黑格的黑水兵, 拿着团排叼枪, 降叉利人, 飞奔而出, 神火将军毅定国的大约五百神火兵, 穿着红衣, 推着战袍, 手执火器, 在后面, 就推着五十架火车, 车里面装着的, 都是那些龙胃啊, 柴枝啊, 那些容易透火的东西, 每个军事背上面, 都各自绑着一个似乎佬, 里面, 都藏着些硫黄啊, 尖屎啊, 五色尖蝦等等, 一起检绝, 哼一声, 这件左边的姓水兵, 个个都举着个黑胡佬, 里面不用说的, 噴出的肯定是毒水, 右边的神火兵, 含了声, 那些火车碾着, 那些平地突然间烧起, 团团热火一样, 一起向着对阵力气, 转过去, 向个人大声喊, 朝道清, 闭死窗旁, 看下姓水神火的利害, 朝道清身后的军将, 哇, 见到对面这样的平静, 个个都惊起来, 一个一个都打到退, 朝道清大海声说, 哪个敢退后搬步, 立枕牧, 见到左手拿着保剑, 口里面念念有词, 看着声, 啪, 杂时之间, 天空中又卷起一传乌云, 风雷大族, 然后, 在乌云之中, 一大舟一大舟的冰箔, 向着那些圣水神火兵乱打下来, 雷箭交加风雨大族, 遇见冰箔, 一阵乱打, 桑堂打得那些火车都熄熟, 那些军事都被冰箔打得 升流云山的浦头暑淺, 善亭归危静国两个人虽然大胆, 但是, 何时见到他这样的情形, 吓得云不附体, 桑堂困死, 走回到自己本阵, 哎, 神水胜火, 一下子就驱成话柄, 等着他狼狈地逃回到本军阵前的时候, 又云散与收, 即时又变回晴空丽日, 不过地下那里, 还有好像那些鸡村, 或者好像拼头这么大的无数的冰块, 桑堂困看一帮宋军, 看他刚才那场冰博, 打得很多人都投选压烈, 有些是挖着鼻子, 有些是挖着嘴子, 踩到那些冰块, 就吓得掉, 桑堂困是耀武扬威,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为宋军之中, 还有最多手段高强, 神通广大之辈, 原来他不爱如是, 怎样啊, 你们还有什么法术神通, 可以逝出来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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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范瑞劍那些枪狂成这样, 真是又丑又丑啊, 他索性匹法将劍, 他在马上连, 使尽平生发力, 口里面焰动咒语, 使尽, 使尽狂风四起, 飞沙九石, 真是天分地暗, 日月无光, 那阵狂风, 向着桥道转过去, 转到四周围那些树木啊, 沙石啊, 全部一起凉起, 哇, 那边的北军见到, 人人的惊起上来, 个个凌转真的要走, 但是大海声说, 含杀这个贼道就在此时, 大家上前立风啊, 吹动人马, 向着桥道轻我们直杀过去, 怎知桥道轻, 哼哼, 冷笑两声, 一些这样的微没之术, 这样就想来赢我, 也都是仗剑作法, 口里面念念有词, 突然看了一声, 转, 呼呼, 本来范碎卷的那阵狂风, 是向着桥道轻这阵卷过来的, 怎知现在桥道轻忽然用战一指, 我们听说转, 哼, 那阵狂风就当堂打着转, 向着宋军那边直杀过来, 接着桥道轻的汉诗说, 来, 半空中嘣嘣嘣嘣, 连响几个霹雳, 无数的神经天象, 在空中直杀下来, 打着宋军阵中的人哭, 马叫乱叫乱喘, 桥道轻就带着四个偏将, 帝君辱杀, 范碎看见自己发述不领, 怎敢抵挡, 回马就走, 那些北军追上来, 看白范碎这路的人马, 肯定是要全军覆没的, 在这个万分危急之计, 虽然, 只见宋军寨中, 一阻金光射出,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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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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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闻古定战,口里面延练有词, 喝得声, 突然之间, 在半空中出现了很多黄袍神将, 向着那些黑气直冲他, 真是厉害, 神将一冲当堂, 将黑气冲得干干净净, 桥杜秦最厉害就是这三味神水的八属, 见到这些人破了,真是有些手足无措, 宋军这几天来, 在桥杜秦都欠得惨, 现在见到自己这边, 这位道士先生, 破了对方的妖术, 大家都不知道多么高兴, 提声大骂, 哈哈, 桥杜秦这个贼道士, 现在见识着我们宋军这边手段高强的法术, 桥杜秦的这句说话, 真是丑到满面空虹, 即使退回到本镇里面, 唉, 想不到自己半世用法术情空作恶, 今天终于遇到对手朗, 没错, 在宋军镇中, 破了桥杜秦法术这位先生, 正是入文龙公宣城, 他本来住在惠州, 听到宋冠将令, 即时带王英, 将军, 骇真, 骇保, 深夜赶到两军阵前, 入戒参见宋冠, 刚好, 遇到这个桥杜秦, 在那里施展妖法, 打败了饭水, 公宣城即时出来受急, 本来桥杜秦的三味神水法术都很厉害, 但是可惜, 潮道秦是一味迷戀的法术, 很少研究下道教经典, 他虽然也明白五行双生双黑之理, 但是, 他于施展法术的时候, 自己的法术和当日的时辰哲戚有什么关系, 就没有想清楚, 他没有想到, 这一日正是二月初版, 所谓干支是谋五, 谋属土, 他被公宣镇, 请了天干神将, 以土黑水, 当旁将他的神水化得干干净净, 宋光和公宣镇, 一起来到两军阵前, 正是见到桥杜秦的满面修残, 令军马的向南边退走, 风宣镇对宋光说, 朝道庆现在的法术失灵, 如果放他入城, 城内根深蒂固, 恐怕要攻打上来, 都要花一番功夫, 卿长力不如马上全令, 叫徐灵索小大兵五先, 在东远超往南门接着他去路, 黄英孙身大兵五先, 在西门折着他退路, 如果嫖妒秦兵败而来, 只是折着他不禁入城, 不用和他撕杀, 宋光马上依际全令, 分配中将, 大家的遵令而去, 原来宋光自己和公宣镇, 带着林冲, 将庆, 汤龙, 李云, 胡三良, 胡大嫂七个头领, 两万军马, 向着这边赶杀而来, 朝道清和偏将雷震, 一路扯战扯走, 下来, 前边又有军马来到, 原来宋奇聂真是领兵过来接影, 那边, 那边, 两边的军马合埋一处, 刚刚退回到他们的五龙山寨, 先知刚刚进山寨都没坐定, 宋军又在后面追到, 宋奇说, 郭师, 你先进寨镇下先, 让宋某和他绝一起见, 就是朝道清在众人面前挖下海口, 说凭自己的法术, 今天就可以组组宋光了, 哎, 怎知今天不但没有打赢宋兵, 还要被人这么狼狈地追回头, 他心都不知道多么火滚, 弟弟宋奇说, 你们去后先, 让我上前去敌, 于是, 你重新排兵列阵一马当先, 雷震等几个副将就跟在后面, 朝道清大声喝, 你帮水泊草寇, 今天只是萧行赢了我一阵, 居然敢来欺骗我, 我现在又再跟你绝个声派, 原来朝道清一向都生长得净圆一带, 属于很西北的地面, 和山东隔得很远, 所以对于梁山谷的情形都不知道这么多, 根本都不知道, 在这108位好汉里面, 还有位法力高强的公孙姓入文龙, 他今天被人破过法, 但是呢, 以为又是自己偶然间法术失灵, 虽然对方肯定也有个手段高强之辈, 不过未必能力得自己多少, 我就不信使开我的法术, 不可以打得他赢, 所以他还是想伺着自己的法术赢回一阵, 谁知当他屁定在这里的时候, 对面, 战阵排开, 两技马当先出阵, 中间马上坐着的当然就是山东夫补义, 合池与宋光宋功名, 左边马上坐着的就是入文和公孙姓, 指定的手执宝剑指着桥道称华, 你的根基不错, 但可惜你学的法术都只是旁门外道, 你未识道教正法, 又怎能够真正登堂入室呢? 实际上就快点下马归顺, 或者还可以有静果知识。 桥道卿仔细打了他的公孙姓, 这个破了他的法术先生, 只见他戴着一顶, 伤着补玉的道官, 穿着一件收着金线的鞋针, 旧宫衣服颤若云下, 六甲风雷暗藏保折, 腰间绑一条甲子的尸体, 手上拿一把重文古定剑, 穿着一张, 云红赤桥区, 斜着匹, 黄中网手马, 八字神眉行指眼, 一步掩口落塞桑。 桥道卿对公孙姓说, 你不是以为小行赢的那些道爷, 你还有几本事, 我今天只不过法术偶然不明, 你要我怎样服你? 哈哈哈哈, 公孙姓笑, 你还敢说你的法术有多厉害吗? 好, 今天我们站定在书, 你看有多少法术, 直观施展出来。 桥道卿于是斗手精神, 口里面念念有词, 这个时候, 刚刚好见到旁边那园副将秘筋, 手上拿出一条碾光枪, 于是他伸手一招, 出声, 被针手里面那支枪, 桥道出声, 好像陈蛇那样飞起, 向着公孙姓的截斥过来, 公孙姓将把普剑向秦鸣一指, 秦鸣手中的狼牙帆, 也飞离一手, 迎着降枪在半空中,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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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你来我往, 就好像有人凌空相斗一样, 两段军事看到, 齐声可彩, 打一打, 他听得咚一声响,盘控中那只狼牙棒,一棒敲在那只剪降枪的抢身那里,当堂中枪敲下来, 插成在北军的一面战鼓上,将鼓皮刺穿了,打鼓的军事吓得面如吐息, 那条狼牙棒,鼓一下,依然是击到秦鸣手里面,根本都没有来过手感,宋军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家都笑得见牙就不见眼, 龚孙星就笑着说,微没道行,就当在你道夜面前施展, 响,桥道请你的时候真是丑啊,但他仍然不愤怯,念动咒语,用手向北军一招, 他听咋,只见在北军寨后,五龙山的沙咬里面,突然间一片乌云, 云中就出现一条黑龙,张牙舞酒,向着龚孙星的直撲而来, 宋军正吓吓大笑,哈哈哈哈,好好好, 的确是有些手段,将手向五龙山一招, 这件五龙山的山坳那里,也像显电一样, 吹出一条黄龙,半云半霧,迎着黑龙, 两条龙互相来往先杀,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我们明天再说, 字幕志愿者 徐你 贤士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